很高興又來到台灣了 金馬影后林青霞 每次回來台灣 最想念的味道 就是台北東門的心祭水餃 老字號招牌 深受饕客喜愛 平日下午冷門時段 客人依舊一個接著一個 創辦人2017年過世後 留下總值約2.6億元的遺產 先是爆出家族遺產糾紛 導致包裝上的logo商標不見 現在又鬧出母女真產風波 他說媽媽你說 說怎樣就怎麼樣 圖上給你 媽媽你去辦 他們還是圖上給我說 叫我去怎麼辦 我哪裡懂了怎麼辦 到後來他們就 就分了才行 就不一樣 年都不一樣 長期住在美國的大女兒 為了遺產回台協助處理 控告媽媽和弟弟夫妻三人 為照爸爸簽名投蓋章 從共用賬戶領取6000多萬 其中4000萬買美金旅行支票 老闆娘解釋 這支票是聽從大女兒建議 享受之後到美國探望女兒用 剩餘費用則是處理丈夫 申告室以及遺院捐寺廟 檢方認定這4000多萬 與丈夫無關 將老闆娘以偽造文書罪起訴 就是一個女兒這樣的 問念她的辦法 她要都不做 從小孩子小的時候都不做 到現在你看 嫁出去在美國 老闆娘從年輕和丈夫打拚 水餃名店開了70多年 從小店家到如今家喻戶曉 面對官司她樂觀看待 依舊準時開店營業 要將這好味道繼續流傳 三軒正想的學長雲 台北倉報道